千日游未晚,青州归家国 在归国的包机上,孟晚舟写下题为 月是顾湘民,心安是归途的感言 闲窗外一片漆黑 机翼上的航行灯闪烁不停 在寂静的夜空中,这些许的微光显得格外温暖 此刻,我正飞越北极上空 向着家的方向前行 马上就要投入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 阔别三年的祖国,已在天涯咫尺 锦香情更切 不觉间泪水已模糊了双眼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的祖国正在走向繁荣昌盛 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我今天的自由 往事一幕幕闪过 恍若隔世却又历历在目 过去的一千零二十八天 左右迟出千头万去难抉择 过去的一千零二十八天 日夜徘徊,纵有万语难言说 过去的一千零二十八天 山崇水赋不知归途在何处 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 不足以谈人生 一次次坠入深渊 又一次次闯入暗夜 曾让我辗转难眠 更让我刻骨铭心 泪水抱怨化解不了愁苦 伤春悲秋翻越不过泥泞 与其困顿挣扎 不如心向阳光冲出阴霾 有些风浪难免艰险 唯有直面才能扬帆远行 有些抵达难免迂回 历尽波折终会停泊靠岸 无数次奔跑 无数次跌倒 唯有此次让我倍感坚强 无数次出发 无数次归家 唯有此次让我热泪盈眶 万家灯火 总有一盏给我温暖 浩瀚星河 总有一颗与我希望 感动于心 感激于情 我们祈祷和平 幸运的是 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时代 我们崇尚伟大 可贵的是 我们生在一个伟大的国家 成长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我 亲眼目睹 亲身经历了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和中国人民 是如此伟大 全体同胞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奋斗 让我们的祖国走向繁荣富强 人民迈向共同富裕 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做出巨大的贡献 感谢亲爱的祖国 感谢党和政府 正是那一抹绚丽的中国红 燃起我心中的信念之火 照亮我人生的至暗时刻 引领我回家的漫长路途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 与我一起经历风雨 见证岁月 安放我所有的喜乐苦悲 是你们的遥遥相伴 陪我越过层层山丘 是你们的默默守护 带我跨出丛丛荆 感谢亲爱的伙伴们 有一种浪漫 叫并肩作战 有一种纯粹 叫全力以赴 有一种果敢 叫奋不顾身 挥手刺坚 满是静水流深的情谊 和雷霆万军的担当 感谢亲爱的同事们 虽然分别已久 你们的真挚鼓励 和持续坚守 让我们始终风雨同舟 艰难争承 波澜壮阔 赤诚初心 历久弥坚 感谢所有关心我的 你和你们 就算素未谋面 你们的浓浓情 以窃窃问候 和深深祝福 如一道彩虹 搬拦了坎坷路途上的 溢于天空 午夜梦回 最是心底 那一缕明月 那一缕春水 那一缕香仇 亦是我滞留他乡三年 每分每秒的心灵归宿 秋风掠过 登基前 温哥华 一缕寒衣加深 此时 祖国的秋日 正是天朗气清 暖阳和煦 期待一年好景致 载上城黄菊 丽时 祝愿祖国母亲 生日快乐 回家的路 虽曲折起伏 却是世间最暖的归途